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3号星期五 农历12月22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1月13日下午在广州闭幕 会议号召全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各级组织和广大委员 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同心同德 接续奋斗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人民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省委书记黄坤明 十二届省政协主席王荣 十三届省政协主席林克庆 及领导班子成员许瑞生 邓海光 郑振涛 袁宝成 王学成 黄武 张家吉 李新 温国辉 郑科 陈文明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省委副书记 省长王伟忠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龙云 省委省政府领导孟丹丽 宋福龙 陈建文 王熙 程福波 袁谷杰 张小强 王瑞军 省法院 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张海波 冯健 十二届省政协领导林雄 薛晓峰 马光瑜 张绍康 吴伟鹏 驻越全国政协委员黄先耀 广州市政协主席李仪伟 深圳市政协主席林杰等在主席台就坐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746人 10到670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由林克敬主持 会议宣布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选举结果 表决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黄坤明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大会圆满成功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 我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各位委员在会议期间认真履职尽责 积极建言献策 肩负起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 生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 为我省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黄坤明指出 五年来 十二届省政协及其常委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牢牢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 紧扣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义政职能 广泛凝聚共识 共促改革发展 在实现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中展现了政协风采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他向十二届省政协领导班子 以及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 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黄坤明强调 党的二十大科学破坏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美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寄望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越是目标远大 前景光明 越是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 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汇聚起新往一处想 进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希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 把握历史方位 发挥独特优势 担负时代使命 推动新征程上 我省人民政协事业 展现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 共同描绘新时代广东改革发展新画卷 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定自觉 坚持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注魂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坚定不移 推动总书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在广东大地落地落实 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紧紧围绕推动广东 现代化建设 现计出力 紧扣高质量发展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制造业当家 百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等全局性课题 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加强调查研究 开展民主监督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 以协商有方 监督有力 参政有为的实际行动 在探索中国式 现代化的广东路径中 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 要坚持大团结 大联合 进一步凝聚 努力同心 开拓进取的强大正能量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提高协商议政时效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更好联合各方 团结各界 努力为广东改革发展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源 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着力推动政协工作 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全面提升政协 履职能力和水平 黄坤明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 要坚持和加强 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把政协工作 纳入全局谋划部署 为各级政协和政协委员 履职尽责 发挥作用 创造更好条件 提供有力保障 各级政府 要主动接受 政协民主监督 认真办理政协提案 委员建议 共同把广东的各项工作 做得更好 林克庆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 省委对我省各级政协组织 提出的工作要求 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 努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不断开创我省 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 要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 担当作为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把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落实到行动上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担当作为 紧紧围绕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径 聚焦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 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充分彰显专门协商机构 独特优势和作用 要在深入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担当作为 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 努力为广东改革发展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源 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要在推动政协协商上担当作为 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功能建设 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 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制度整体效能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1月12日下午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汕头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 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 省人大代表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瑞军 省人大代表市委书记温战斌 省人大代表市长曾风宝 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向天保等参加审议 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 畅谈对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想和体会 王瑞军认为 省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知识精神 深入落实省第十三次党呆会 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决策部署 体现了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行动自决 政治站位高 目标任务时 信心决心组 为民情怀浓 是一个主题鲜明目标明确措施有力量点分成的好报告 报告总结过去五年特别是2022年的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到位 提出今后五年目标任务特别是2023年工作安排 符合广东实际和发展定位 激起强烈共鸣十分提振信心 报告突出了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和团结奋斗的要求 下来要进一步团结好利用好统一战线资源力量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落实好报告部署 为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新的辉煌 凝聚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王瑞军表示 汕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是著名桥乡省域复中心城市 习近平纵书记2020年视察汕头做出重要指示 为汕头发展提出根本遵循 汕头市委市政府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 提出工业力士产业强势发展思路 汕头迎来难得发展机遇 下来要结合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和本地实际抓好各项工作 一要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聚焦发力 坚持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思路 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提升产业平台 加强科技创新 二要在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上聚焦用力 加强桥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做好以文化人工作创新聚桥引桥政策 利用举办第二十二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 即第十届国际朝商大会的契机 凝聚桥心汇聚桥力 三要在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上聚焦用力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锐意改革进取 扩大开放 守正创新 继续融入双区和三大平台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要在提升省域赴中心城市能级上聚焦用力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做好一居一页文章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有潮汕特色的乡村振兴带 打造汕子号农业品牌 擦亮绿色生态发展底色 巩固炼江整治成果 提高人民群众收入 要进一步团结好 利用好统战力量 凝聚各方面各阶层力量 统一思想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共同把这次会议精神 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落到实处 温战斌表示 省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 省委省政府以实干实际 推动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担当 和政治自觉 是一个帐位高远 主题鲜明 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好报告 进一步坚定我们 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奋勇前行的信心决心 汕头将落实报告部署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聚焦制造业当家 走好走实 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之路 加速壮大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集群 优化工业园区规划布局 主动对接服务融入 双区和横琴 前海南沙三大平台建设 纵深推进深圳汕头 深度协作 探索工件 双向飞地 规划建设汕头科学城 办好产学研面对面 对接会 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 高水平建设 积极做大做强 现与经济 强化震接纽带作用 全面推动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聚焦省域赴中心城市定位 扎牢抓使城市品质能级提升 以高水平交通枢纽建设 强化资源集聚能力 全力打造教育 医疗 文化 商贸高地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做好桥的文章 加快建设 广东自贸实验区 汕头联动发展区建设 积极申报 广东自贸实验区汕头片区 深化便利 华侨华人投资制度改革 全力筹办第二十二届 国际潮团联营年会 和第十届国际潮商大会 具体打造一流环境 以扎实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奋力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曾峰宝表示 报告深刻体现 省对越东西北地区 特别是对汕头的厚望 重托和鼎力支持 为汕头加快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汕头将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 认真贯车落实好 省得部署要求 仅仅抓住 提振市场信心这个关键 深化落实各级 筑企纾纾约筑政策 实施百亿企业 千亿产业倍增培育计划 用好正企直通车机制 加快政务服务升级 仅仅抓住 加快项目建设这个重点 全力以赴加快 越东城际铁路 汕头高铁站 枢纽一体化工程等 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仅仅抓住 加快产业发展这个支撑 坚持实业维稳 制造业当家 培育壮大 海上风电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动纺织服装 玩具创意等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省级大型产业 集聚区建设 仅仅守住安全稳定 这个底线 且是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向天宝表示 报告体现了 对标对表的政治定力 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 创新开放的发展理念 务实重行的工作作风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及其机关 将紧紧围绕发展大局 准确把握 省委赋予汕头的 新使命新要求 用足用好用活 省赋予汕头的政策红利 全面履行人大法定职责 坚持改革创新 通过立法工作 发挥制度机制 创新引领作用 保障汕头经济特区推进 首创性改革 引领性开放和开拓性创新 与法有据 坚持正确监督 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 推动党委部署落地落实 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局面 助推汕头在走实走好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发展之路上 迈出更快步伐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提到汕头 支持汕头发展令人振奋 充分体现省委省政府对汕头的关心厚爱和大力支持 为汕头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汕头团分组审议报告时 代表委员紧紧围绕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断增进民生扶植等谈感受提建议 并围绕报告中的汕头元素畅所欲言 代表委员认为 省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振奋人心 着眼未来目标明确措施有力 政府工作报告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全面振奋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提政全省当不群众 当是创业士气 奋力走在全国前列的有质量的报告 省政府工作报告 有高度有温度有热度接地气 总结工作清晰全面 实事求是部署工作 科学周密 重点突出 亮点多多 令人备受鼓舞 代表委员认为 报告中支持汕头发展的措施多力度大 报告提出 要建成广山山高铁 加快广站 珠兆 雷龙高铁和越东成绩等项目建设 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先打造一批千亿元级万亿元级出口产业集群 支持汕头湛江建设大型出口加工产业区 要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要更大力度壮大 现与经济 建立新型帮扶协作机制 实现对越东越西越北地区45个县市帮扶协作全覆盖 支持越东西北地区更好承接国内外 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 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 推进广州深圳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 推动越东西北城市营商环境建设 短板弱项对标提升 报告着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到加快建设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争取国家出台政策 支持汕头做好桥的文章 推进经济特区建设 支持汕头国际风电创新港建设 办好珠三角与越东西北经贸合作招商会等 报告中至少有11个地方直接点到汕头 这个有对汕头的这个发展定位 功能的这个定位 比如说建设国际风电创新港 还有呢就是作为这个省医副中心城市的这个定位 等等 都包括这一些具体的项目 比如说越东城际建设 都充分表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时代特区建设中上头迎头赶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这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然后这一块要要去加大利息解决让这个短板变成潜力板 我比较关注这个科技啊这个产业转化这一块 然后里面要讲到要把这个我们大湾区的一些产业有序的转移到我们越东西北 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惊喜的一个一个方向吧 上头现在建这个国家创新性城市 然后我们最近也正在筹划这个上头科学城 这个其实跟跟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这个这个定位啊 就是科技创新的这个发展 然后特别是人才这个第一资源这个这个落实啊 就跟跟我们上头这个就不母而猴 我们上头这个方向正好跟神也是很匹配的 报告在今年工作安排中提出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桥物资源是我们的宝贵资源 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因因嘱托 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 上头获得国际朝团联谊年会和朝商大会的主办权 这将是一个让桥包了解桥乡读懂中国的好机会 我们要加强桥文化品牌建设 全面提高桥乡的形象 辨识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增强桥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凝聚桥新汇聚桥立 同心共援中国梦 今天上午 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 2023年潮汕人游汕头旅游记活动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启动 由上百名来自潮汕地区的游客组成的首发团 也于上午出发 潮汕人游汕头旅游记活动 由政府补贴 是全域旅游文化协会承办 得到潮州接洋上尾三市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 活动选取了 镇帮美食街小公园开补区 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南澳岛 张宁古港 前美村 天中央古村落 马鱼等汕头特色文旅资源 打造两条极具代表性的旅游线路 通过两日游的方式 夜宿汕头增加旅游体验度 让兄弟城市的游客进一步了解汕头 开部文化 华侨文化 以及汕头特色美食 同时体验汕头名人的滨海夜色和都市繁华景象 报名参加了跟家里人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会比我自己去的费用节省还是蛮多的 而且也方便 我这次选择的是其中有去南澳的一条线路 体验一些年轻人喜欢去的一些网红的一些打卡的地方 小公园那边一些特色的景区会比较吸引我 我们想要了解到上头这边的历史 还有它的景区资源什么的 还有它的美食嘛 特别是上头这边的美食会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较向往经常打卡 举办潮汕人游汕头活动 是我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知识精神的一大举措 也为即将在汕头举办的 2024年第22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第十届国际潮商大会 营造良好氛围 2023年潮汕人游汕头旅游季活动 计划持续到2023年3月底 组织汕头潮州洁阳尚尾四市 约2000名游客到汕头旅游观光 促进越东四市资源共享 客源护送合作共赢 我们这一次潮汕人游汕头的这个旅游线路的安排呢 主要也是根据我们现在汕头旅游规划跟旅游发展的一些布局 那么呢也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一个就是开布文化 美食文化 还有我们的山海文化 这些特色以汕头为特色的一些旅游景点来串成 可是那个潮汕人游汕头是得到了省文旅厅的大力支持 由省文旅厅拨取一定的费用 补贴游客的吃量费用 导游费用 游客只需自己支付一点那个景点费用 还有用餐费用来达到一个汇民的一个作用 国家卫健委指出 医疗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 做好重症患者救治是重要着力点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以泪以管后 我是医疗机构全力救治新冠感染患者 连日来部分微重症患者病情好转 陆续康复出院 在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这位患者正接受俯卧胃治疗 重症医学科是就治新冠危重症患者的主战场 是与病毒抗争最激烈的地方 2022年12月25号开始 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18张病床满负荷运转 收治新冠感染重症患者 近日随着医务人员杨康全部归队 治疗效率显著提升 部分重症患者逐渐好转 这让大家深感欣慰 患者脱离呼吸机 拔出呼吸管转到普通病房 相当于迎来生命争夺战的胜利曙光 周先生一周前转入重症医学科救治 也于11号脱离呼吸机 12号拔出呼吸管 再观察两天 如果病情稳定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我就很感谢IC全体医员 听到这个病情逐渐好转 我家人也松了一口气 令人能好转出去 我们心情都是很轻松的 看起来最近急诊 病人有点逐渐讲少的趋势了 发病的高风 应该会逐渐的讲下去的 在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 医生正对合并有新冠感染的患者进行诊治 患者收治高峰阶段 集中在2022年12月19号到31号 13天收治超过200例 病房内从15张病床满园 到如今10名患者在接受治疗 情况逐步好转 科室运转基本恢复常态 在儿童重症医学科 患者虽然起病急 但通过精准治疗 恢复也较快 很多患者经过两三天的紧急救治 就可以转危为安 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诊治之后 我们大部分99.9%的小孩子 都是安全的出院了 也很快就痊愈了 那么儿科的新冠感染之后 出现肺炎的这种比例非常非常低 好了就好了 这个也是我们相对比较欣慰的 今天上午 是公安局召开全市道路交通运输企业座谈会 通报今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 以及重点运输企业的道路交通管理情况 督促运输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打好春运交通保障硬帐 会议强调 要抓紧源头隐患管控 抓实道路隐患治理 抓眼重点违法整治 道路运输企业要落实安全责任制度 对车辆日常安检 驾驶人及从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 GPS动态监管系统运行 以及记录情况等进行全面自查 紧盯春运道路通行风险点 确保运输安全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帮我 神奇 偶封